12月21日正逢藏禮10月25日 是西藏傳統的宗教活動燃燈日 當日 大昭寺消防救援大隊 首次啟用三千盞冷光源新型長明燈 保障千年文物古建的消防安全 潔在福島中的市場上有什麼都內容 天洋三千計形出現 渡日的健康 損害全大 抗爭葉又是非常好 不及房子上的 鑽叫修家 水位了 楊主人輝利 鑽叫修家 豆子 相傳 染燈日是為了紀念藏傳佛教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大師元祭成佛而舉行的宗教活動 在這一天 格魯派各大小寺院信眾家裡都將點燃蘇油燈進行誦經祈福 在當日下午六點多鐘 記者來到大昭四時 眾多信眾陸續匯集在這裡 轉睛祈福 到了夜幕降臨之時 整氣擺放在大昭四金頂下的蘇油燈被點燃 鴻厚的法號也隨之被吹響 傳統的宗教活動在僧俗信眾的祈福聲中得到了延續 更多精彩 尽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 Westport 功夫